Hello 大家好 昨天跟一个深圳的朋友聊天 就是他提到这个学期深圳的中小学取消了期末考试 刚开始我以为原因主要是疫情的问题 因为最近不是北京疫情不是有第二波吗 然后深圳可能比较谨慎 是不是说因为疫情才把期末考试取消的 但最后我跟他聊天当中我就发现 其实不是疫情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深圳最近 它发生了好几起学生 包括小学生中学生跳楼的事情 都是已经造成了人员伤亡 就搞得可能深圳教育局压力很大 干脆就是一刀切一了百了 既然学生压力这么大 我们以后就不考试了 现在深圳的中小学已经停止了期末考试的安排 已经考过试的学校 成绩不做公布 然后也不做排名 好像就是为了怕刺激 刺激学生 然后担心再有这种事出现 我个人觉得 我觉得挺悲哀的 作为我也作为一个学生家长 我听到这种消息 我也觉得挺悲哀的 当然你说这种事发生在谁家 都是一个大悲剧 这个没有人会否认 但是我总觉得 你这样遇到了一点事情 你就采取这种一刀切的 这种非常 在我看来非常不科学的处理方式 我觉得对将来的教育 会产生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们那个年代 当时还有什么春游 军训 但是自从 好像是我们 因为我们是80后 再往后数 再往后 我就听说已经很多都已经取消了 包括军训 包括春游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在军训当中和春游当中 有一些意外 你春游大家都知道 一群孩子坐着车出去玩 是吧 难免个别的 是吧 发生一些意外 无论是交通也好 或者说是什么情况也好 那么一发生意外 那学校 那家长就不干了 家长不干 就找学校 学校就压力很大 这个事情可能稍微发生几起 那这个教育局 当地教育局就有点受不了 他受不了家长的压力 社会的压力 那就干脆停 对吧 那你春游 你不春游总没事了 安全 是吧 什么都安全第一 包括体育课也是 体育课 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也是 体育课越来越少 也是原因是什么 就比如说有中暑的 对吧 夏天上体育课 热中暑的 也有比如说 比如说到之前玩单双杠 对吧 有摔倒的 骨折的 这个难免都会有 那一发生事情 那家长就认为 只要是学校组织的 只要是去在学校发生的 那责任全是应该学校去承担 反正久而久之 学校就说 那算了 体育课就尽量减少 能不上就不上 是吧 改成自习课也行 改成其他文化课也可以 安全 在教室坐着 这是最安全 军训也是 军训也是一个道理 有一个 就是越来越少了 之前的学校都要求军训 现在好像 也没有这个强制要求了 所以我就说 中国教育 当然我们都承认 中国教育当中有很大问题 需要改革 是吧 需要改善 学生之所以压力大 他肯定是 比如说应试教育带来的这种 对于成绩的这种 心理压力 心理压力非常大 有些学生可能抗压性比较差 那他可能就选择了一些 比较极端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 你把所有的意外 最后归结于期末考试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荒唐了 是不是 难道你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不考了 以后都不考了吗 难道你学校期末考试可以不考 你的中考和高考 也可以不考吗 对不对 就算你 这个学生毕了业 你走到这个社会上 走到社会上 你也面临了很多 有形无形的考试啊 难道就是因为这一点点 这个意外事故发生 就一刀切 所以我觉得深圳 深圳教育局做这个东西 我很不以为然 我很看不起它 一点责任 不愿意担当 怕是怕到这个样子 我真是很难理解 本身学校教学生 他就有那种 我们所谓的德智体 是吧 全面发展 你这个心理素质 本身你就是应该在 这个上学过程当中 学校有责任啊 去 建立学生一个比较健康的 一个心理环境的 因为出了一点事 就把期末考试整个取消 我真的是难以理解 那有交通事故 是不是可以 大家以后就禁止开车了呢 以前我记得学校还上游泳课 后来可能也是因为出事吧 在游泳课 有溺斃的 学校就说 哎呀 这么危险的活动 那干脆别搞了 对吧 搞完之后出了事 学校还得负担 老师还得负担 对不对 好像学校有一种 就是吃力不讨好的感觉 另外就是 我觉得中国教育 对于这种在学校发生的意外 对学校发生的意外 为了安抚学生家长 学生家长当然非常的悲痛 这个东西发生在谁身上 我们其实都能理解 但是说你把所有的责任 全部使亏的都扣到老师头上 都扣到学校头上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有有失功允 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 学校的不作为 对不对 学校的不作为 他对于一切 但凡有一丁点风险的东西 他都尽量选择回避 军训不搞了 因为天热怕中暑 对吧 体育课不搞了 因为玩那些器械 怕受伤 游泳课不练了 怕淹死 那你怕来怕去 怕来怕去 最后你这个学生毕了业之后 我们一直说 我们为了防止 学生在校园里边 有一种温室效应 像温室里的花朵 花朵一样 出来经受不了 真实社会的风吹雨打 但是你越这么搞 他越不就 他越像温室了 疼了24 24小时 全天后 温室 是吧 360度无私角保护 有必要做到这么夸张吗 那个学生因为考试成绩也好 考试压力也好 在最后选择了轻生 这个原因是不是完全都应该由学校来承担 他的家庭因素有没有 难道就是因为学校在 学生在学校跳的楼 所以说 案发地点在学校 所以所有的责任都应该由学校承担 老师又要接受相应的非常重的惩罚 我觉得说实话 我作为学生家长 我觉得这样做 这样去处理 我觉得都不是很公平 难道家长没有责任吗 家长没有责任吗 那你干嘛还要期末考试取消呢 你把所有考试取消的才好呢 另外一个就是关于排名 排名这个其实很早就取消了 好多年了 也是因为当时也是因为说 为了素质教育 不要排名 对吧 在学校里边取消掉了 其实作为学生来讲 因为我们也都是从学校学生过来的 作为学生来讲 他当然越宽松 对吧 尤其是对于这个年纪比较小的学生 那对于他来讲 他越开心了 你这个排名这个东西 它只是一个形式 我觉得不是不能排名 最重要就是 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排名 和学校怎么去引导 学生家长啊 或者说学生去看待这个排名的问题 或者你采取一些其他技术性的手段 你把排名这个规则啊 你优化一下 不要都一刀切 这个中国政策啊 总是好干这种事 一出什么事就一刀切 我觉得一刀切就是一个懒证 懒证啊 不作为的一个 一个办法 对不对 就有点那种像 叫什么撂挑子 就不干了吗 说白了就是 你们都说有问题 那我就不干了 你在学校不排名 你到了这个社会上 他也有排名了 那个排名 他是无形之中的 干嘛非要去回避这些东西呢 因为本来中国社会 就是一个竞争力 就是一个竞争社会 人这么多 是吧 资源又有限 学校在学生时期 培养一些这个竞争意识 没有什么不好 对吧 我们又不是说北欧国家 我们又不是像那些高福利国家 是吧 从出生到死亡 都有政府管了 是吧 你这失职业 甚至有的比上着班 拿的钱还多 多生一个孩子了 国家还给补度 生的越多 领的钱越多 我们不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我们是一个竞争社会 但你说竞争社会好 不好 这个东西都两说 对吧 你竞争社会 人的压力虽然大 但是你这个社会 能够保持持续进步 是吧 国家能够保持持续的发展 这是他好的地方 另外他不管好和不好 我们现在现实社会就是这样 你总得尊重现实吧 中小学把考试取消了 排名不搞了 所有带任何危险性的运动 都不参加了 最后一旦学生离开了校园环境 到社会上一看 这么残酷 比在学校残酷多了 他在外面的世界 完全就是一个 跟他学校是三 这什么 没有一定点相关的竞争环境 我觉得这个学校 也没有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 所以我昨天跟深圳的朋友聊完之后 他问我 他问我这个地方 就是取消了没有 我说我们这个地方倒还没取消 还是目前还是正常 正常展开考试 人这一生当中考试有很多 不要遇到一点事 就缩回去 学校这种做法 本身就给学生在心理上 起到了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 一个叫什么 一个作用 你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差的表率 你遇到了问题 你要迎头 你要去解决 对不对 你教育局就采取这种方式 来回避这个问题吗 就像我刚才一开始问的 对深圳取消期末考试这个事 你这次取消了 你下个学期要不要取消 他每个学期都有跳楼的 说句不好听的 他高考还有跳楼的呢 考不好 那难道你高考也取消 他学期当中也有跳楼的呀 不是说只有到期末才有跳楼的呀 才有想不开的 你把所有东西都取消 那就别上学了嘛 小孩天天玩 那小孩肯定开心了 深圳本身作为一个全国 对吧 很发达的地方 我觉得他这个思想 这个开放程度 或者说他可以包容的这个程度 应该比别的地方更强 没想到他做出这个政策 我觉得是极度愚蠢 我看那个媒体还替他洗地 是吧 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取消呀 他不敢他不敢说是因为这个学生出事啊 他就说是因为疫情啊 疫情影响啊 有些学生可能这个学习的这个效果不好 对吧 然后再加上如果有考试的话 好像觉得这个不适合 对吧 毕竟没怎么这个学习好长时间没上学没上学了 你还要参加考试 对吧 给额外的学生增加负担 我觉得这都是纯粹扯淡 你深圳一两千万人 是吧 都是几十万学生 那只有你一个人在家 没上学吗 那大家不是都没上学吗 那你考不好 你要去反思你自己的自学能力 和自我管理能力 和你家长有没有用心去教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又不是说一个人 不让你一个人上学 大家都上学 那不还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吗 这种事还为他洗地 我觉得超级恶心 所以总之来讲 深圳这个 这个一刀切 这个教育局一刀切的这种行为 我觉得非常不齿 我觉得他也是中国教育 目前非常失败 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缩影 深圳这么开放的地方 都采取这么愚蠢的手段应对 可想而知 其他城市如果遇到相似问题的话 会不会跟着效仿 那全中国就以后不要考试了